你的親信潘孟安破壞學輪 踐踏學人莫此為勝 所以賴清德請問 你要不要出來說句話 在線開民進黨學輪傷疤 國民黨立委王宏威追擊 8月爆料賴清德競選總幹事潘孟安 在高師大的碩士論文涉嫌抄襲 當時校方要求兩個月內改正 現在時間到了 10月12號也就是昨天 在國圖的網站上 他的製作日期仍然停留在 2016年4月27號 這代表在國圖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看到潘孟安他所更正 他有瑕疵論文他的更正版 指控潘孟安裝沒事 還要高師大硬起來 高師大應該立刻做成決議 立刻在召開學輪迴 對於潘孟安這位學生 名玩不靈 補考都過不了 應該立刻撤銷他的學位和論文 但潘孟安隨即發布聲明 怒嗆王宏威浪費社會資源 因為他早就完成補件 6月12號以前潘孟安 已按照校方要求給予回應 7月6號也依規定親自到校說明 8月1號校方發公文說 雖然未達撤銷學位的標準 但期限兩個月內修正瑕疵 不到兩個月潘孟安就已經提交修正版本 論文修正也早已完成送進學校 並且通過學校的審核 不顧事實 召開烏龍記者會蓄意潑髒水 想替馬文君轉移焦點 不僅愧對立法委員的職責 更是用政治力干擾校園令人不齒 對此高師大也聲明 近日以韓文國圖辦理論文抽換程序 賴正瑩快橫准澄清 不隨著政治攻擊再陷入學倫擬鬧